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最近我在网路上发现一个不错的网站 它叫做Social Worker News 在这个网站里面有些文章很有意思 接下来会拍一些有关于这个网站的一些文章 希望大家会喜欢 在各位的生活当中是否有认识社会工作者吗 你的朋友当中有做社工的吗 他们是否有男朋友或女朋友 在这个网站 2023年2月14日有一篇文章 标题是不跟社会工作者约会的五个理由 不晓得社工的另外一半是否有这样的感觉 我看过之后非常有感觉 让我分享作者五个社会工作者常有的行为或状况 是让社工的另外一半不想跟他约会的理由 第一 我们常对另外一半所说的话进行分析 作者说 社工花费很多时间在写记录和报告 依不同的年龄 从摇篮到坟墓 选择不同的理论 我们通常在会谈当中 我们看起来很自然 可以随意的跟个案进行会谈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我们在进行记录 以便于在最后的专业分析 并且提供一些积极的建议 所以我们非常善于透过您的言语 洞察你的意图 经历跟情绪 这一段话真的是很有感 我曾经听过一位大学社工系的老师分享 他们系上有一对社工老师夫妇 有一次系上出去玩 社工系的老师的先生 是老人领域的教授 他在车上跟一位年长的长辈聊天 聊一聊就把长辈的家庭问了一遍 还做了评估和建议 社会工作的架构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有刻意或自然流露 有时我们也会多做一些 然而我们从对方的说话方式 洞察他的意图 经历和情绪 是算是很基本的能力 在我刚结婚的头两三年 我的内人常告诫我 他不是要我给他建议 而是希望我能够听他说话 单纯的听他说话就好 当社工有时 就是忍不住想要多说两句 第二 我们会优先考虑我们的工作 而不是你 作者说想见面 我们当然知道 但是有太多的工作要做 要补的记录 追不完的进度 安德鲁社工觉得有很多社工 都有工作做不完的问题 过去我也曾经有一段这样子的经验 现在还好 一方面是如何做时间管理 另外一方面是自我要求 如果还是不行 那就是制度上的问题 服务量过多的状况 第三 涉及红色和绿色的标志的时候 我们会出现奇怪的色盲 我们有很多工作进度是被追着跑的 所以有些工作亮了警示灯的时候 我们会忽视那个红色绿色的警示 这个部分可能跟不同国家的文化有关系 那在台湾不全然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第四个 过隐世生活 作者的意思是说 整个周末都躲在家里 除了吃饭 几乎什么都不想做 拿起遥控器 确认我们确实还在看 并且拒绝穿着 从休闲到时髦的衣服 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警讯 是一个过劳的一个状况 放假在家里 除了吃饭 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 真的 我过去 在早聊工作 做个馆的时候 一个星期有三天 是要出门家访 一天至少要开200公里的车程 外访至少一天要访六户个案 通常每个个案 家访至少要50分钟以上 一周下来 六日在家里 真的是不想动 也不想说话 曾经 我的内人跟我抱怨 过说 为什么在早聊中心上班 回家后都不说话 大家想一想 一天讲六个小时的话 还要动脑跟家长讨论孩子 许多的问题 回到家里 基本上都是一个当机的状况 第五 我们几乎不说出 我们当时真正的想法和感受 是什么 作者说 这是一种祝福 也是一种诅咒 毫无疑问的 这对于我们的工作 非常有用 当涉及或更敏感的一些关系的时候 可能是一个问题 在工作中 无法很直接表达 我们的想法跟感受 需要更小心地 表达我们的讯息 当社工有的时候 无法表达我们真正的情绪 我用一个很不专业的方式来表达 像我就觉得 我不太能够做家暴相对人的工作 因为我可能会 揍相对人 这个是一个我比较真实的一个想法和情绪 但是我们在社会工作上 这是不被允许的行为 当然某些关心下 敏锐到这个问题 或有敏感的时候 我们会在说话上面 使用一个比较中性 但是这个中性 不是我们真实的一个想法 以上有讲了五个理由 你中几个呢 这是一个有趣的文章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反思的文章 下一集我们来谈一谈另外一篇文章 在2021年写的 想要一个善于沟通 富有同情心 并且永远不会放弃你的伴侣吗 请找社工约会 与社会工作者约会的十个理由 我们下一次见